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今天我们带来9月号BBC Knowledge新的杂志 一点都不错 应该是我想今天下午各书店就可以进货了 第一个题目是谈什么 很有趣 越无知越自大 对 9月号BBC Knowledge它的封面故事是谈奈米医学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目 我本来是准备一刚开始就跟各位介绍这个封面故事奈米医学 可是我翻到了第五页就被吸引住了 可是第五页不是它的正文 第五页是它的广告 是一本新书的广告 那这个广告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当作卖书的广告的典范 那它就是介绍这一本书里面的一个内容 那非常短 一页就可以登出来了 那这本书是讲搞笑诺贝尔奖 我想搞笑诺贝尔奖 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你可以忽略的讲 所以细节我就不必多说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 这是一群民间人士发起的 每一年他们也颁发 那一年度他们认为最好的科学研究的论文 在这一篇广告里面 他介绍的其实是200年公元2000年 心理学搞笑诺贝尔奖的得奖的论文 那那个得奖论文是一对心理学家 他们是这个 事实上当年应该 当年应该是 不要是康乃尔大学还是哪个大学 那他们发表了一篇论文 那篇论文是在1999年发表的 那由于我们的节目是后来才开始的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介绍过这一篇论文 那这一篇论文 我觉得是值得介绍给大家的 怎么说 那你要是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六字就讲完了 就越无知越知道 这是他们的研究题目 没有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 就是这个是他们的结论 那他们基本上就是想要研究 就是在我们的人文世界里面 就是在我们视听世界里面 就是如何制造残局 那怎么说 那用英文讲来说 就是formular for disaster 那他们的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 一个人没有能力 其实并不那么样的重要 一个人就是是不是有能力 那并跟那个 这个制造灾难 没有直接的关系 甚至我们可以说 就没有必然的关系 那一个人没有能力 又无知 那必然会制造灾难 那当然这篇论文非常有意思 他一刚开始 那种写法是一种画家常的写法 这是一篇正式的研究论文 可是他用画家常的写法来写他的导演 这就是说他们看到这个报纸 有一则新闻 说有一个抢银行的人 很快就被抓到 那那个抢银行的人 为什么会被抓到呢 因为监视器把他拍个正着 他脸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化妆 也没有戴面具 所以警方根据监视器的资料 是立刻就把他逮住了 那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呢 因为这一个人他相信 只要在脸上涂柠檬汁 监视器就拍不到他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 那这一对心理学家 他们因此而得到一个灵感 他们想要知道 这个无能的人 最大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结果发现 其实仅仅是无能 没有能力 那不会制造灾难 制造什么样的问题 那可是你无能又无知的话 那就麻烦了 那当然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其实跟中西的老话 都是互相呼应的 在西方苏格拉底 就说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 我们用中文更简洁的翻译 那就是人贵自知 那我们东方 老子嘛 老子33章说的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对吧 太棒了 感觉好像互相翻译的 所以 所以 因此 因为这一篇论文 不是因为搞笑诺贝尔奖 因为这一篇论文 所以有人就把两位作者的姓氏拼在一起 说这叫做邓宁克鲁格效应 因为一位研究者姓邓宁 一位研究者姓克鲁格 那所谓的邓宁克鲁格效应 已经变成一个成语了 他的意思就是指一个人既无知又不自知 所以必然出问题 所以这是这个9月1号BBC Knowledge 我顺便多说一句 你说 这篇文章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测验方法 我觉得非常有趣 那就是看人对于笑话的反应如何 一点不错 他的研究方法其实就是找了一群人来 那这个给他们看一堆笑话 那那一些笑话 其实是由职业幽默家 也就是专门在夜总会 在舞台上说些笑话的人 评选过的 那你想想看 他们靠说笑话为生 所以他们对于笑话的感觉感受 一定是非常非常敏锐的 所以他们平等出来的笑话 研究者相信 那是真正好笑的 那可是拿这一群 拿这一堆真正好笑的笑话 找了一群人来 你会发现这一群人 那这个他们的平等 反而就是参差不允 那也有一些人甚至还 看不出这个笑话的 笑点在哪里 对对对 那就跟能力和自知 这个可能有一些关系 当然总之是 只是你实验的一部分了 是是是 好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所以我们下面我们就要接着 我们要谈这个封面故事 奈米医学了 由于内容非常多 我只能介绍少数几个 那目前大约有一打 也就是十几个 奈米医学取得正式的使用执照 不过还有几百种 正在研发的阶段 或在进行临床实验的阶段 那什么叫做奈米医学呢 请你想象一下 你不需要打针 你只要在手臂上 拿个光线照射一下 你就能让药剂逝入体内 多好啊 那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的研究团队 已经实现了这个想法 他们研发出以聚合物为材料的 球状奈米粒子 当照射紫外线的时候 聚合物就会分开 那这个聚合物中间的这个药物 就会自动的释出来 进入身体 对 那这个研究团队预见 将来糖尿病患者 你只要用光线照射一下 就可以提高体内的 胰岛素的浓度 这是奈米医学的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 用这个聚合物 包裹了药物 打到身体里面 一次就够了 那以后你需要 这个药物在身体里面作用的时候 你只要把你的手臂 放在特定的灯光之下 照射一下 手电筒照一照 已经进入你身体里面的 这个聚合物里面的药物 就会释放出来 这是多么的方便 那当然 另外还有所谓 奈米层级的注射器跟手术刀 可以针对单颗细胞进行治疗 你想想看 传统类型的乳癌手术 是很可怕的 你杀一大片 这个大面积的手术 这个对 事实上对身体的伤害是相当的大 复原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那所谓的 奈米医学 他们可以 针对单颗细胞 进行 这个治疗 那所需要的 其实就是奈米层级的注射器跟手术刀 所以说到现在 我们就必须要讲讲了 什么叫做奈米层级 那这个 这个奈米就是十一分之一公尺 是 那这个 我们就 我们拿我们熟悉的东西来比喻一下 你看看 这个 那个尺度有多小 水分子只有0.1奈米 OK 那然后葡萄糖分子 是一个奈米 那当然 这个 这个 这个名词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水啊 葡萄糖 可是谈到分子 大家大概没办法想象 好 我再举一个例子 一般说起来 病毒是100奈米尺度 左右 对 就是病毒 病毒的 大小 大小 它的直径 大概是100奈米 然后细菌 比奈米大 所以 细菌比病毒大 所以细菌是1000个奈米 然后癌细胞 一颗癌细胞 那大概是1万奈米 OK 那人类的毛发 就10万奈米 OK 所以你对这个尺度 就开始有了一个概念 是的 那 根据 专家他们推测了 以目前奈米医学 这个 发展的进度 未来 到了 2050年 已经上市的奈米医学 大概从出生到死亡 都有为人类服务的机会 比如说你出生不久 那 这个 就有一个奈米机器 可以打进你的血液中 在你全身循环 去侦测 一般的疾病的病灶 它随时在 对 一点都不说 你先打进去 在身体循环一遍 那它会拉出来吗 当然它尺度非常小 然后到了30岁 按照我们现在 30岁就开始进入 得到第二型糖尿病的 年龄了 年龄 那你 你就可以 这个 用我们刚刚所说的 那一种聚合物奈米粒子 把药剂注射到你的血管里面 然后你完全靠外界的光源来启动 这个药物的释放 等等之类的 然后你到了60岁 要是经过扫描 发现这个淋巴结深处 有异状 那就可以动员奈米机器人 跑去处理那一些 有病癌细胞 OK 然后为了对抗癌症 因为年纪越大 癌症的发生力就越高 那为了对抗癌症 然后年纪越大 就有越多的奈米机器人 可以注射到体内 那根据这一篇报道里边的预测 到了90岁以后 你还可以 这个去修复DNA等等之类的 那所以这一篇报道 是对于奈米医学有兴趣的朋友 包括对于投资有兴趣的朋友 你必须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 所谓的投资 就是说奈米医学很可能是一个标的 不是现在已经是了 已经是了 所以你这个阅读这一天 专题报道 你可以有一些必要的知识 接下来我们还有题目 是是是 我们还有很多题目 对我们接下来要 超高摩天楼怎么样 对对超高摩天楼 这一篇特别报道 非常的精彩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台北101 你知道它有多高 到了塔尖 524公尺吧 509 509公尺 509 509 那现在世界第一 是在杜白 2010年 也六年前完工的 那它是830公尺 好 我们的101是509公尺 那预定 这才几年以后 2020年 在吉达 那又有一个吉达塔 可以高达一公里 是 离地面一公里 是1008公尺 这种超高摩天楼 那这篇特别的报道 就是在报道 那像这一种超高摩天楼 它的可能性 以及 完工了以后 它可能遭遇的问题 其实超高摩天大楼 早在60年前 就有美国一位非常有名的 这个设计师 建筑师 他叫莱特 他是一个打破传统的一个建筑师 他留下了许多传世剧作 现在我们还能够观赏到 那他其实是19世纪的人物 他是1867年出生的人 所以他是19世纪的人物 他过世的时候是1959年 可是在他过世前三年 他就提议要在美国伊利诺州 建立一个伊利诺塔 这个 根据他的设计 当时的设计 这一座伊利诺塔 是1600公尺 比现在 一mile 比现在 比现在所有的 这个已经完工的 甚至你意中的超高摩天楼 还要高 已经完工的话是两倍 现在已经完工最高 830公尺 对不对 他的设计是1600公尺 是一点不错 所以你知道这一位人物 那所以一刚开始 那从这一位建筑师 莱特的设计开始 谈起 那我们现在已经完全知道了 那莱特的设计是不切实际的 不可能按照他的设计完成这一座 这个超级摩天大楼 那是不可能的 有好几个原因 那就是当年在莱特在世的时候 我们对于空气动力学的认识跟了解并不够 所以不能准确的预估 预估一个超级超级摩天大楼 特别是在高处 他面对强风的时候 他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反应 我们没有办法预先估计 你没有办法预先估计的话 你就不可能预先设计 针对这可能出现的问题来处理 来预防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 那莱特当年的设计完全不可行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材料 那这个混淫土 虽然从罗马时代一直到现在 它的配方没有什么改变 可是它的成分 它的质地 在这60年中有很大的进步 在60年前的混淫土 即使是最有良心的建商 它的强度 它的强度都不可能 支撑那么高的摩天大楼 那现在没有问题了 那现在的技术 知识技术跟工法都不成问题 可是有实际的问题 那实际的问题就是 你想想看嘛 那么高的一座摩天大楼 可以装多少人 那然后那么多人 在这座摩天大楼里边 那假如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 那你必须要做怎么样子的处置 那你要怎么样子的疏散 这本身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估计 假如你读了这篇报告的话 你会发现 估计假如 这是500公尺高的摩天大楼 那就像101 你要疏散的话 就要花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就是我们101的 这样子的大楼 是 这样子的尺度的大楼 它不是超高 比起1006公尺来讲 比起一公里 那还少得多了 所以像这一类的问题 那更为实际 那已经不是工法的问题了 那当然你最后还要讨论 就是这个 我们该不该新建这一种大楼 假如我们解决了疏散的问题 我们该不该新建这种大楼 这本身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OK 那当然很多人都认为 就是我们人口越来越多 我们这个土地越来越少 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善用空间 等等之类的 可是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这个又比工程技术更为复杂 科技医疗单元 王大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进行 就是最新的科技新知 如何抵挡登革热 古巴有经验 对 那因为我们夏天 现在是夏天 那去年 去年登革热在南部 疫情是非常惨重 那今年疫情没有那么样的惨重 不过刚刚好就是最近 有一篇关于古巴 怎么样抵御 资卡病毒的报道 有的 加勒比海国家全部沦陷 那这个资卡病毒的 资卡病毒感染的病例数数以万计 OK 那可是古巴的数字 你假如去看 你会非常的惊讶的 同样是在加勒比海 到了今年八月十一号 也就是到上个礼拜 到两个礼拜以前为止 他只有三名本土病例 他只有三十名来自境外的病例 你相对于其他国家 不管是巴西海地等等之类的 太成功了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 而且古巴我们从来没有人相信 它是一个先进国家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科学记者就去采访 他们发现一个事实 那就是古巴能够抵挡资卡病毒入侵 这么久 是因为吸取了1981年登革出血热 在美洲大爆发的经验 当年古巴你看 当年古巴至少有34万人感染 那你知道政府的反应是非常棒 政府派出大量防疫人员到疫区 也到疫区以撒从记扑杀并没闻 同时建立全国的通报系统 以及政府部门之间合作进行公卫教育 甚至连儿童都动员了 他最有效的一招 大家听清楚了 那是罚款 罚款 罚现并没 对只要在你家户发现并没闻 那就要罚款 结果古巴在四个月之内就平息了 当年在四个月之内就平息了 登革出血热的疫情 那由于资卡病毒的病媒闻 仍然是埃及班闻 是同一个病媒闻 因此这一次针对资卡病毒的防疫行动 是完全遵照已经建立的SOP 不必另外设法 那今年二月 政府就派了两万名士兵 在全国各家户喷洒 杀种子 消灭病媒闻 这等于是国防等级的一个 毫无疑问的 这当然应该是国防 那防疫人员则针对病媒闻资深源 比如说你家里家里的容器啦 有水的地方啦等等之类的 消灭蚊子的幼虫 那机场检疫之外 那防疫人员还进行家户访试 这时医疗单位已经启动了产前检查 专门侦查小头症的胎儿 那政府的政策持续不变 是成功的关键 从1981年以来 那因此罚款手段 是一直都在严格的执行的 这就是台湾最欠缺的 那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 以及监控 都是重要的成功因子 所以我把这个古巴的经验 也在这边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简单的说 政府有作为了 他罚款老百姓也没办法 他也不会有 虽然疼 那也只好自律了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致性 接着 食蚊子 没有 那今天 今天纽约时报也登了 另外一则 跟芝卡病毒关的新闻 那就是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 那芝卡病毒在蚊子体内 可以侵入蚊子的卵子 因此 雌蚊的卵孵化以后的幼虫 体内就有芝卡病毒 那由于研究团队是在实验室里边 培养这一些蚊子 所以这个现象是在实验室里面发现的 所以他们必须要到野外去调查 看看这一种病毒的传递模式 就直接的母子传递 或是母女传递 那这一种传递模式是不是在野外 这个也存在 或者是他们在野外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少 不过学者是推测 这可能是芝卡病毒避风头的一种生存策略 就是这个环境或是天后不好的时候 他们暂时躲到下一代 下一代的身体里 对 不错 好 石龙子 蜥蜴 石龙子 蜥蜴 你知道吧 蜥蜴是一个通明 比较大的通明 蜥蜴是一种爬行类 应该这么讲 蜥蜴是爬行类的一种 那这是一个大的通明 那蜥蜴 我们叫做蜥蜴的 比如说壁虎 也可以叫做蜥蜴 那可是另外一大群 我们叫做石龙子 那石龙子跟壁虎 是两种不同的蜥蜴 那光叫做石龙子的蜥蜴 那就超过1300种 那现在要报道的是 日本东邦大学研究员 利山武夫 他们研究的一种石龙子 那这一种石龙子 台湾也有属于 同一属的石龙子 那这是一种 在这个东亚地区 非常常见的 很普通的石龙子 并不是很罕见的 那在台湾 这个同一属的 叫做中国石龙子 或者是叫做白斑石龙子 那在形态上 石龙子与壁虎不一样 那是因为石龙子 看起来 乍看之下 在形态上 看起来比较像蛇 特别是皮肤 那许多石龙子 还有一个特征 那就是他们在成年以前 尾巴是鲜明的蓝色 那专家认为 之所以他的尾巴 有那么鲜明的蓝色 认为那个是一种障眼法 因为鲜明的色彩 可以引诱烈石动物的攻击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是因为石龙子的尾巴 可以再生 因此万一碰上了烈石动物 它们不惜断尾求生 它们宁愿用尾巴 去吸引烈石动物的注意 去攻击它们的尾巴 这样子它们就可以逃走 那另外一方面 石龙子的尾巴颜色 有很大的变异性 同一个物种里边 在不同地方的石龙子族群 尾巴的颜色会不一样 那特别是不同海岛上的 不同族群 那由于每个岛上的 烈石动物群都不一样 每一个海岛上 有什么样子的烈石动物 这个有的时候是鸡运 是 因为海岛 无中生有海底冒起来 一刚开始是 没有什么样子的生物的 生物到达那里 那是靠各式各样的机缘 所以有些海岛上有蛇 有些海岛上没有蛇 有些海岛上哺乳类的 有这个幼鼠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 因为像蛇的话 它会游泳 它很容易 从陆地上游到海岛 那这个哺乳类就难 游到海岛上 那所以学者 这个就推测 每个岛上石龙子的尾巴的颜色 颜色的色调 与石龙子天敌的彩色视觉有关系 这话怎么讲 这话怎么讲 我就先说它的研究内容 它到三个不同的地方 搜集了15群幼年的石龙子 都是同一个物种的 那三个不同的地方 石龙子遭遇的主要猎食者不一样 那三种猎食者 一种是蛇 一种是幼鼠 一种是鸟类 鸟 对 蛇是爬行类 那幼鼠 我们民间俗称就叫做黄鼠狼 它是哺乳类 那还有鸟类 这属于三大不同的动物类群 那蛇类跟幼鼠占大中的地方 石龙子的尾巴是明显的蓝色 但是只有蛇出没的地方 石龙子的尾巴 紫外线的反光率比较高 那是意思它会偏紫吗 那你听我讲下去 幼鼠能看见蓝光 但是幼鼠与蛇不一样 幼鼠没办法看见紫外线 蛇眼睛可以看见紫外线 所以这个蛇比较多的地方 石龙子尾巴 它能够反射紫外线的能力反光率 就比较强 所以这个就表示 石龙子是能够针对特定的烈食者 演化出误导它们的方式 有意思的在于鸟怎么办 鸟跟哺乳类跟这个 鸟的眼睛厉害 是不一样 所以只有烈食鸟出现的地方 由于鸟的眼睛非常的锐利 草枯鹰眼极 所以这个石龙子 就不敢玩同样的把戏 他就干脆就演化出保护色 根本让你瞧不着 有趣的是 他花多少时间去演化这个 我们发现的是演化结果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并不知道 台北IPM98.1 News 9898新闻台 科技email单元 王道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为我们带来的下一个话题 代糖促进饥饿反应 对 代糖 我们现代人都很重视体重 所以尽可能都使用代糖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 我相信是大家也都知道了 代糖它的学名叫做蔗糖素 它是一种人工的甜味剂 甜度等于等量蔗糖的600倍 每日摄取量 事实上也是有限制的 并不是可以无限制的 为什么叫它代糖呢 因为我们人体不会吸收 直接排泄 直接排掉 不过蔗糖素 在食品的加工过程中 是可能分解 并产生对人体有害的 毒性产物的 你说蔗糖素 就刚刚你讲的代糖 对 所以大家必须要注意 不过现在 我们今天这则新闻 重点在于 可是无论是人还是老鼠 食用代糖都会胃口大开 有意思吧 学者早就发现 食用代糖与代谢失调有关 但是对于其中的机制 并不是很清楚 于是澳洲一个研究团队 就用果蝇来做实验 他发现 长期食用代糖会提高胃口 增加食物 以及热量的摄取量 增加的量 可以达到30% 这可不得了 果蝇会变得过动 失眠 而且葡萄糖耐受性下降 也就是说容易出现 这个糖尿病的症状 那对甜味非常的敏感 那一旦停止代糖 那这些症状就会消失 那进一步分析以后发现 那一些反应 涉及古老的细胞反应机制 那完全是针对饥饿 产生的反应 那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也是涉及到的机制 是好几个 那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古老的机制呢 因为事实上哺乳类也有 那例如使用代糖造成的反应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甜味与热量之间的关系改变了 那我们的身体已经习惯了 你吃了多少甜 那就等于摄取了多少热量 可是你使用代糖的话 没有那些容量 这两个对应关系不对了 所以你的身体 你就要寻找新的平衡点 那所以就启动了许多 很古老的那一些机制 那那一些机制启动了以后 就会造成代谢的失调 好 这是关于浙糖素 代糖促进饥饿反应的一个报道 另外 蜜蜂喜爱 这有关吧 蜜蜂喜爱甜的花粉 有意思吧 那他也用代糖 因为这里面是 好 我们还从头讲 花粉它的功能有二 它最重要的功能 当然花粉就是生殖细胞 那第二它的功能 是对兽粉动物而言 它是营养物质 特别是对于昆虫 对于昆虫 花粉就是蛋白质跟脂肪的来源 是 但是花粉的化学组成 每个物种都不一样 那么花粉的化学组成 是不是有特别的功能 特别是对于传粉 那是不是有利于传粉呢 答案便不清楚 因为兽粉动物 它如何评估花粉的化学组成 一直都没有人知道 因为没有人好好研究过嘛 那蜜蜂是主要的 受粉动物 对于显花植物而言 那蜜蜂把花粉 当作蛋白质的来源 但是蜜蜂是否会评估 花粉的化学组成 也不清楚 因为花粉事实上 主要是幼虫的食物 而不是采蜜的工蜂的食物 是 那于是呢 美国内华达大学的研究团队 他就以大黄蜂 正式的名称叫做雄蜂 来做实验 研究花粉的化学组成 与大黄蜂的觅食行为的关系 研究人员以 这个大黄蜂逗留花朵的时间 以及它的花粉采集量 作为重要的变数 然后还有 还要去观察 这一些大黄蜂 采过蜜 采过花粉之后 又重返的可能性 就吃过了 还觉得口味不错 是吧 那研究人员使用的花粉 有三种口味 第一种是甜味 第二种是苦味 第三种是无味 结果发现 大黄蜂偏爱甜味 不过有意思的是 不必太甜 因为甜味的目的 是使得采蜜的蜜蜂 再度光临 而不是让个别蜜蜂 采集太多 使得不同的蜜蜂个体 为自己传粉 才有利于花朵 我明白 不同的蜂 还是会到不同的地方去 它散播的范围 就比较广泛 一点都不错 这花还真是会响 因为这花 你挺仔细的这些花 你应该说 这是研究人员会响 不过我们大概还有将近三分钟的时间 可以找一找寻蜜鸟 寻找蜜蜂蜜的蜜 寻蜜鸟 这跟我们蜜蜂 Bumble有关 是 这里面这是在墨山比克 做的一个调查 墨山比克 位于非洲的东海岸 跟马达加斯加摇望 它原来是葡萄牙的属地 1588年 一位葡萄牙的传教士就记载了一种小鸟 当地的一种小鸟 它会飞到教堂里边吃蜡烛台上的蜡 有意思吧 那这一种鸟另外还有一个习性 就是引人到有蜂巢的地方 那这样子人取下了蜂巢 把蜜拿走 然后剩下的蜂蜡 那鸟儿就能够分享 这个聪明极了 对 这是一个互利共生的例子 它怎么知道人会去采 采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不知道 这是后天学习的 OK 那这次发生在野生动物跟人之间的 这个共生的例子 其实是很罕见的 那现在非洲与南非学者进一步发现 寻觅鸟与人之间 可以进行双向的通讯 有意思吧 通常寻觅鸟会主动向人示意 寻找合作者 然后鸟儿向蜂巢的方向飞行 指引人前往找蜂巢 那现在研究人员想知道 人向鸟儿发出讯号 鸟儿会不会反应 那这个研究是在墨山比克 这个北部的一个国家公园内进行的 在当地蜂蜜是土著族群的重要经济资源 估计有75%的蜂巢 是在寻觅鸟的指引之下找到的 那专门采集蜂蜜的人 有一种专门的声音讯号 它的目的就是它有意识的 它的目的就在招引寻蜜鸟 现在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是不是有效 那这个当地人说当然有效 可是研究人员他要有证据 所以研究人员的问题就是 这一种声音讯号是否可以达到目的 那假如能 就能就表示人跟鸟之间 可以进行双向的沟通 等一下我先打个场 这个声音是鸟的声音 是人制造出来的 对对对 它主观的 它主观的说它是在招引鸟 那鸟是不是因此就来了 这个完成剩下的任务 没有人研究过 它是叫叽叽叽叽叽叽 还是说来来来来 它有一种特殊的声音 采密的人有一种特殊的声音 那结果播放这一种叫声的录音 可以引来群蜜鸟的几率 从三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增加一倍 最后找到蜂巢的机会 增加到原来的三倍 从17%到54% 厉害吧 这一种叫声的录音 感谢观看